大家好,我是哲薇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期关于大嘴巴 宋子泽,早年间非常有意思的视频 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是看上去还是笑点满满 蔡依林,她就自己摸自己 左手摸自己的胸,右手摸自己的屁股 然后她,搭成一些怪不怪的声音 这个祖泽老兄呢,也是个人才 当年为了趁热度,就开始疯狂地溢一些当红女人精 首先呢,关于蔡依林为什么没有卷入艳造风波 她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并不是因为她很纯群 其实呢,由于她们干绵的身材 陈冠希对她没有兴趣 你想想看,蔡依林都已经快三十岁的女人了 体重只有三十九公斤 没有胸,没有屁股,身姿长,腿短 这样的女人,陈冠希会看得上眼嘛 然后呢,这个老兄又开始大言不惨了 在生活中,蔡依林的放荡可能比张白痴 而比阿娇,有过子而无不及 我只能说,真他妈会怎么辞 下面呢,她就开始解释这么说的原因 主要呢,就是说蔡依林在跳舞方面 给人感觉十分荡荡 经常用手摸着男舞伴的胸 然后还摸人家男舞伴的腿 那有的时候没有男舞伴的时候呢 蔡依林,她就自己摸自己 左手摸自己的胸 右手摸自己的屁股 然后她,耶,耶 她打出一些怪不怪的声音,很挑逗 救命啊,你懂不懂艺术啊 人家这是歌舞啊,一边唱一边跳 就你思想卧槽 呸 不过,这说话的表情加手势绝了 有没有 最后呢,这个主德老兄还为青少年发声 发表了一番,劝劫蔡依林感谢归正的看法 所以主德善意地提醒蔡依林 你是因为音乐而被人认识 你是因为音乐而被人欣赏 你今天拥有众多的粉丝 也是因为你甜美的歌声 可是你现在 着火入魔 在跳色情舞方面 你的花样越来越多 你玩的东西越来越恶熟 所以我觉得蔡依林 你必须要摆醒一下 你为什么不拿出更多的 好的优秀的作品 给青少年呢 给大众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其实这套操作看下来 真的稍的不重要 要想别人给扣的时间 你还得说扣的对 我会好好反景 赶紧地团结撒花 我是哲薇 喜欢我的视频呢 加个关注点个赞 大家下期再见